这个蓝人自称打遍天下无敌手 满身的肌肉加纹身 确实看起来很恐怖 他叫塔纳齐耶夫来自波兰 这是他今天的对手加斯帕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身高和体重 鸟人的身高都是188 加斯帕是105公斤 纹身蓝塔纳齐耶夫是124公斤 好家伙啊 这个整整重了19公斤啊 那么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场重量级巨兽之战 首先登场的是塔纳齐耶夫 这个一脱上衣就看得出来 这个满身的肌肉块头非常的大 好了齐耶夫走进笼子非常的自信 笼子四周都是围满了粉丝 那么好 接下来上场的就是加斯帕 加斯帕是一个光图造型啊 看起来没那么壮 但是你要知道他也是200多斤 好上场前 加斯帕显得也是非常的兴奋啊 和自己的队友是头对头 现在双方都已经走进了笼子啊 大战一出几发 接下来我们就屏住呼吸 比赛正式开打 塔纳齐耶夫一上场就显得很强势 把加斯帕逼到龙边 加斯帕下潜抱摔 但是塔纳齐耶夫的力量很大啊 加斯帕根本就没有办法摔倒 再次下潜抱腿 塔纳齐耶夫把自己的身体重量压在加斯帕身上 塔纳齐耶夫并没有选择地面 让加斯帕先起身 塔纳齐耶夫继续往前压 哇哦 加斯帕一个转身拳 击倒了塔纳齐耶夫 加斯帕趁胜追击 开始了稍微砸拳 塔纳齐耶夫直接被打挺 你要知道这是100多公斤的选手 好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个转身拳是怎么打的 原来是加斯帕的轴步打中了耳根 加斯帕击倒对手以后就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了 这个上位的砸拳也是非常的凶狠 塔纳齐耶夫伤得很重 加斯帕也是跪地祈祷啊 你别死你别死你别死 过了好半天塔纳齐耶夫才缓过来 刚才倒地的时候啊 应该是手臂也受伤了 这场比赛说明什么 你的肌肉大并不代表你能打 格斗是一项全能的运动 除了力量以外 你还需要有速度和技能的加持 看格斗来小北格斗 这里是小北格斗频道 别忘了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